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老无数电影,我是凤姐 一个喜欢看电影,愿意吐槽电影的软妹子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吊丝男投胎》变成丧影,暗杀情敌的电影 全吊丝,老吴,是一名车情男子,暗恋着对面楼,美丽的女孩小翠 小翠是一名微调艺术家,并兼职此善之愿者 虽然每天对待老吴,玻璃不彩的,可心里早就喜欢上了这个吊丝男 美丽的小翠也被一个心狠手辣的黑帮老大,老王看上了 于是老王为了博得小翠的好感,毫不犹豫的向慈善会捐了巨款 可老王却发现,其实他向慈善会捐了很多钱 小翠依旧对他一点好感都没有 老王还发现,小翠对那个吊丝老吴情有独钟 老王想着,自己家财万贯,没有一个女孩不居从于我 但就是小翠对他没好感,此时的老王开始不淡定 于是他在一个夜黑风高杀人眼,把吊丝男老吴绑架了过来 并把老吴残忍地杀死 可怜的老吴,和小翠都没亲嘴过,就挂了 完事后,老王还伪装成老吴,是意外身亡的 然后死不瞑目的老吴,却化身投胎成了一只苍蝇 并且还能记着前世的记忆 于是他经历重重危险,来到老王的豪宅里 想报复杀死他的老王 但变成苍蝇的他,力量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已失败告终 之后变成苍蝇的老吴,来到了小翠家 去听见了小翠,跟他嫂子谈话 得知之前,小翠虽然故意冷漠对待老吴 可小翠心里,其实早已爱上了他 听到这些话后,老吴非常感动 从那之后,老吴一直守护在小翠身边 也不忘记对老王进行报复 他整天在老王面前,飞来飞去,并攻击老王 并打乱老王的日常生活 还在老王开车出去撩妹时 老吴攻击了老王的眼睛 害得老王翻了车 这时,老吴在车上写了几个字 我要杀了你 老王这才意识到了苍蝇的可怕性 之后老吴飞回了小翠身边 却看见了小翠为自己流下了眼泪 于是老吴用他的泪水 在桌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这时,小翠才知道 这个苍蝇就是老吴 还得知了,老吴就是被老王杀害的 原因就是,因为小翠 之后小翠和老吴决定向老王复仇 在小翠的帮助下 老吴开始锻炼身体 还时不时找到老王攻击他 为了复仇成功 小翠还为老吴设计了一套苍蝇装备 有了小翠设计的装备 老吴对老王的攻击有了效果 老王经常受到骚扰 变得神经兮兮 不但打了合作的伙伴 还不小心烧光了存在家里的现金 为了解决掉这只该死的苍蝇 老王还找到当地有名的法师 并从法师那里得知 苍蝇就是被他杀死后的老吴 后来老王也通过监控 查出了小翠在帮助老吴 直到真相后 老王把小翠捉了过来 并利用他威胁老吴出来受死 为了小翠的安全 老吴也情愿让老王切掉了半边翅膀 还遭到了老王残忍的折磨 就在老王即将要烧死老吴时 老吴却用身体沾上火药 冲向了老吴点燃的火柴 使出了吃奶的力气 飞向了桌上的小炮台里面 点燃小炮台后 里面的钢弹成功射杀了老王 小翠也趁机躲到了角落 方经理也因子弹击中了灭火器 产生了大爆炸 老王也随即被火烧死 故事的最后 老吴又投胎成了一个苍蝇 并时刻保护着小翠 故事也到此结束了 故事告诉我们 恶有恶宝 狠心拆散别人也是没有好下场的 好了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 记得关注我哦